这也先是由雷兰熙来发球 雷兰熙呢在今年的全部羽毛球冠军赛的晋级之路里面 这个路途并不是非常的顺畅 但是呢他表现得很坚强 好几场比赛呢都是打满了三局呢才过关的 那这包括呢第一轮他就遇到了上海的刘海超 也是跟他这个同一时代的球员就打满了三局 然后呢在这个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 跟这个张一维的比赛啊 还是打的比张维一的比赛还是打的比较顺的 21比721比15 然后跟李世锋的比赛又是一个三局 就是昨天的比赛比分呢也是相当的接近 两局都出现了22比20的比分 然后才杀进到了决赛 所以整个晋级之路来看啊是非常的辛苦 他这个第二轮打败了湖南的流量啊 也是也是一个三局的比分 21比15 19比21 11比21 这样的比分 放大手 1比2 从这个比分过程来看呢 雷兰西呢 他还是非常有比赛的韧性的 很有耐心的一名球员 相比来讲 孙飞翔的晋级就是比较的顺畅 首轮轮空 第二轮打败了广东的宋冉生 第三轮呢是战胜了王正行 这两场比赛呢 都是出现了21比8 21比7 这种让对手没有过时的比分 然后呢 在这个昨天的半决赛里面 跟陆光组的比赛 又是一个直落两局啊 比分也是比较的领先的优势 很明显 21比14和21比18 打败了这个国家队的陆光组 从而晋级 所以呢 从晋级之路上来看 孙飞翔是比雷兰西要有效率的多 孙飞翔的一个强盲 三比三 前面的比赛 我感觉雷兰西呢 就是她是一个属于力量稍差 但是节奏变化比较多 心态成本的球员 她曾经呢 获得过全国七年锦标赛的冠军 也是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 是广东东 东莞市体校培养的一名球员 曾经接受过这个 汤仙虎指导的这个训练 也让她会议良多 感谢观看 推 防守不错 这旧风网没封住 漏过去了 有名年轻选手的多拍 打得还是很激烈的 攻防转换也是比较快 推出底线了 6比4 雷兰西的韧劲 在这次全国羽毛球冠军赛里面 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所以孙飞翔对于对手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杀上网 结果出现了一个上网的失误 1 下网 1 下网 1 下网 2 下网 5 下网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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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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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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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忘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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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